特别顽强 再加上他有很好的跑动能力 很好的体能和支撑 所以在场比赛当中 一般选手想打败他是很困难 即使能够赢陈金 也是会非常的吃力 不会让你那么轻松 而且自从08年奥运会之后 陈金也越来越成熟 从09年开始 他自己的竞争 他的推击速度 也有了显著的加强 刚才镜头是再次给到了 皮鸿燕和他的法国的教练 4-10 5-10 5-10 5-9 5-1 5-0 5-1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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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球放往非常的有质量 很贴往 刹中路 追身 11比4 成绩是领先 到了第一局的健身 两人的实力都非常强 可以说这场比赛 是五五拍的一场球 但是从前半局的 第一局的前半局 可以看出成绩的赛前准备 比对手要好 所以他进入状态 比对方快 成绩的教练 夏生泽曾经在2003年 夺得过赤品赛冠军 2001年新年后 他是获得红牌 完美 完美 夏生泽在上任 担任中国南丹主教练之后 他也说 我虽然拿了世锦赛冠军 但是没有拿到奥运会冠军 所以我希望自己担任教练的时候 能够为中国羽毛球队 培养出南丹的奥运会冠军 当然林丹因为是在跟他 比他晚一批的选手 所以林丹拿奥运会冠军 夏生泽肯定不会认作 这是他培养出来的 他的意思是要为中国队培养出新的奥运会冠军 现在双方继续比赛 球出了边线 但是分差拉开了八分 第一局对陈金的形势非常的有利 这个球 陈贝克还是展现了 他往前技术上的优势 回放的质量很高 首先打网之后 陈贝克先放网 陈贝克上网之后 这一拍戳得非常的有质量 陈金的回球不好 早上对方推到了后场空缸 陈贝克头顶突击 陈贝克也在加快自己的速度 6 12 批掉对角 头顶突击直线 这个球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头顶突击这一拍 对运动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陈贝克在主动的下压寻找机会 但是陈金防得比较稳健 没有漏洞给对方 对方反拍 反拍的轻杀往前 轻杀的半场球 在中半场的一个挡网 陈金出现了失误 我们可以看到陈金在场上的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